第443集 陈司马光说 汉朝的法令已经是严厉的了 然而崔还显得宽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衰败之势的君王大多懦弱 平庸愚昧的辅佐之臣只知道姑息 所以有权势而得君王宠幸的臣下 即使有罪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豪强和不守法度的雕徒 即使违法也不被诛杀 施加仁爱恩惠只限于眼前 是为非作歹的人得逞 刚计不能维持 所以崔的评论 是用来矫正一时的弊端 不是百代通用的法则 孔子说 为政太宽大 则人民不在乎 人民一旦不在乎 则用严刑俊法来纠正 施行严刑俊法 则人民感到暴虐 人民一旦感到暴虐 就改施宽大执政 用宽大和严厉两种手段互相补充 政局才能稳定 这是永世不变的常轨 润十二月十八日 人成杰王刘崇去世 没有子嗣 封国灭绝 着生太常黄穷为司空 环帝想要褒奖和尊崇良计 命朝廷中 两千代以上的官员 集会讨论有关礼仪 特近湖广 太常阳谱 私立校尉筑田 太中大府编巢等人 都称赞良计的功德 应该比拟周公 赏赐给他山川土地 以及附属于他的小封国 唯独司空黄穷 提出异议说 良计以前 因亲自盈利还帝的功劳 已经增封十亿 一万三千户 而且 他的儿子梁印 也得到了封赏 现在 诸侯的封国 都是十亿的户线数为标准 而不以面积大小为线 所以 良计可以比拟邓宇 赏赐给他 共和四线的十亿 皇帝批准 当时 有关官吏上奏说 良计入朝之时 可以不必小步即行 可以带剑穿鞋上殿 拜见皇帝的时候呢 礼宾官只称他的官衔 不报姓名 礼仪 必招萧和 加封定陶县 阳城县余下的 全部户数 连同 以前封的两县 使十亿 增为四线 比照邓宇 赏赐金钱奴婢 彩色私之物 车马衣服 住宅 比照霍光 已表示不同于其他的元勋 每次朝见皇帝的时候 良计不与三公同席 另设一个专席 每隔十天入朝一次处理上书台事务 并把这项殊荣布告天下作为万事的表率 可是梁记还是认为有关官吏所上奏的礼仪太轻 心里不高兴 二年 仁臣 公元一百五十二年 春季正月 西域长使王静被于田国诛杀 起初 前任西域长使赵平在于田 因生恶性的农疮而死 赵平的儿子前往迎接灵鹫 路上经过居迷国 因居迷王陈国和于田王健一向有怨戏 于是陈国对赵平的儿子说 于田王让匈奴医生将毒药 放在伤口上 所以使令尊致死 赵平的儿子信以为真 回来后将此情况报告敦煌太守马达 当时正逢王静接任西域长使 马达命王静秘密调查核实此事 王静去于田先经过居迷国 居迷王陈国又对王静说 于田国人打算拥戴我为王 现在可以用害死西域长使的罪名将于田王健诛杀 于田一定归父 王静贪图建立功名 来到于田后摆设九席请于田王健赴宴 而暗中却图谋杀害他 有人将王静的密谋报告于田王健 但健并并不相信 我没有罪啊 王长使为什么要杀我 次日于田王健率领随从官署数十人去拜见王静 宾主坐定后于田王健起身敬酒 王静贺令左右的人将他逮捕 当时官吏和卫士都没有杀贱的意思 所以跟随建来赴宴的随从官署全都突围逃走 当时居迷亡成国的主部秦牧也在宴会上 他持刀站出来说 大事已定 为什么还疑惑呢 随即上前将剑斩首 于是于田国侯大将叔等集合部队攻打王静 王静拿着剑的人头上楼宣告说 是天子派我来诛杀剑的 叔不听冲到楼上 斩杀了王静 将他的人头悬挂在街市上示众 叔自立为于田王 国人将他杀死 另行拥立剑的儿子安国为于田王 马达听说王静被杀死后 准备率领各郡的地方兵出塞 攻击于田国 环帝不批准将马达征兆回京都洛阳 任命宋亮接任敦煌军太首 宋亮到任以后 开导和招募于田人 命他们自己斩杀叔 这时叔已经死了一个月了 于是他们将死人的头砍下 送到敦煌军太首府 但没有说斩杀的具体情况 宋亮后来才知道其中有诈 但到底不能再出兵逃伐 秉晨 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夏季四月假晨 环帝的母亲孝崇皇后氏去世 由环帝的弟弟平原君刘石主持丧事 庄联和送葬的制度 比照河帝的母亲公怀皇后 5月12日将她安葬在柏陵 秋季十月初二出现日食 冬季十月二十八日 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11月司空黄穷被免关 12月任命特进赵介为司空 冬季十月初二出现地震